大家好,我是Chuch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五凌晨指甲開始新一輪的較量 奧達斯會主場迎戰歌金保暖 雙方實力比較接近,整體的近況亦相似 所以兩隊金仗碰頭真的有機會打和 奧達斯上季表現微如理想 球隊勉強實現互給 今季他們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但開季前五輪中,他們只取得1勝1和3負 其中三場比賽沒有球入,發揮未達到預期 顯然奧達斯今季的呼吸任務依然非常艱鉅 而球隊進攻獲力亦完全沒有好轉 五輪坤場入球不足一個,令他們防守方面承受很大壓力 在沒有取得入球的情況下 球隊只能依靠守著球門不失利到獲取一些積分 對內前鋒,即拉迪路今季表現出色 球隊聯賽至今入的四球中,有三球是他入 金仗面對積分比自己多1分的哥金寶聯 金仗真的有機會打和 而與奧達斯不同的是,哥金寶聯今季的任務絕對不互吸 他們今季排在上游位置,是自甲頗具競爭力的球隊 今季開始後,他們與奧達斯一樣頭五輪贏一場 同樣有三場比賽吃白果 之前有球會杯任務 在第一圈當中,他們2比0贏天主教大學 但回到聯賽就被星班馬伊基克爾4比2擊敗 哥金寶聯目前還未找上季競爭力 球隊依然是衛列支甲下游位置,金仗面對奧達斯 能夠取得1分已經算是完成任務了 喜歡這條片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拜拜!